几位嘉宾看一下自己面前的电脑 有没有要回应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们推送一下 好 我们请推送到大厅 你先感谢一下矿泉水这位网友 我这个非常荣幸 然后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伊利沙白 伊利沙白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说日本在南海挑事 就比想起东海没事 这个观点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我们应该换一个思维 就是日本在不在南海挑事 东海都不会没事 因为中日两国在东海 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安全矛盾 那么包括领土争端在内 所以其实我们要看到 日本在南海的这些搅局 本身就是在给中国 制造一个新战场 那么使得它在东海的这个态势 在日本看来 会对日本更有利一些 所以其实无论我们在南海 怎么去应对日本 中日两国在东海 都是不会平静的 那么在东海 我们还有另外一场仗要打 只不过这一场 跟这个在南海 我们首先是因为菲律宾的 这个非法仲裁案 引起的中国和美日同谋 和菲律宾之间的这种冲突不同 在东海直接表现为 中日两国之间的这种对撞 而这种对撞 实际上更多的来讲 是一个纯军事和执法领域的对撞 那么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我们知道 菲律宾是一个有心 但是没能力的国家 但日本是一个既有心 又有能力的国家 所以我想 在东海 我们片刻不能掉以轻心 不能因为说 现在问题集中在南海 我们就说 东海这个事情 是可有可无的 可以管控的 老实说 就算日本想在东海没事 我们也不能让它没事 凭什么它到南海来 给我们搅事 我们在东海就放过它一码 我想这个逻辑 本身是说不通的 嗯